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乌鲁事件就此了结 老我确实很好奇 当时高速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想的 照说不管你是几年后 消防车属于特种车辆不该不知道吧 消防车在执行任务期间都不受交通法规的限制 闯控灯也是没毛病的 莫非是工作条例里面没有写明这条 无论怎样 也是不应该啊 其实 延长潮载并不是错 老王生活在钢铁城市 道路上经常见到那些前四后八的旧八 我们这边俗成八轮 以往 潮载的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 最倒霉的就是我们的道路 修一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变得颠沛流离的 也经常造成各种交通事故 随着超载的指令 这些年 我们的路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不但平了 而且宽了 城市的面貌也不断的华盏 先比十年前 可以说完全是另一个点强 老王也曾听老司机说过 以前超载是因为可以多长钱 可是遇到端通事故 多长的钱也根本不够开窍的 关键是 给受害者造成损失 有时间是无法用钱的来衡量 百姓心里无法撑 你怎么说 Stay away from overload Uterry's life 生活取得多 老王来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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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愉快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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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不断